选取工具的边缘调整的介绍 来,那这些工具呢 我们要把这花选起来 当在讲面,不会是使用这种规则的 那从套索沿着周围描 来,那最常使用还是这一颗 叫快速选取工具 这周围开始点就好了 他帮我们做侦测 这里 像这地方就比较难度比较高了 我再拖曳再过来就来 诶,在点哪一个 夹,有看到吗 夹就增交,预设应该在这里啦 好,再加 喵喵喵喵喵 我们这笔头有点小,因为太小了,看到吗 如果再选那笔头大一点,先选起来快一点点 好,选完以后呢 来,这地方其实没有处理得很好 或有些细节 接下来你可以透过这个来做调整 这个 这个 边缘调整 边缘调整,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好几个模式 这个 这圆图模式闪烁 可是像这地方也许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一些什么 覆盖 这个,那想告诉你这个红色的地方 来,接下来,黑底 白底 黑白 黑白想告诉你周围的轮廓 那就以花为底层 只剩下花 选完这个 对我们来说,也许这个 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 我可以再来调一下 来来来 等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Ctrl加是放大 按空白键可以移动位置 我要处理这里 老师,这地方有些地方没选好 这边可以再透过这个来 这来怎么 调整这个 把它 取消这个 再加这个 我这边好像再加一些些 不好,我要再剪掉一些 剪掉 这里我不要 你看到我在说什么吗 这个可以把它剪掉一些 他在智慧调整,他觉得这个很接近,应该给他的 那透过这个再调整一点 来 增加的话是这个 预设是增加 老师,我觉得应该延伸下来 他在真的,为什么他不要 因为觉得 这地方已经跟他不相关了 所以他智慧行在做调整 这个,那如果说你觉得下面这块都不要 你可以把它用 擦掉这些 我把它做圆弧一点点 我觉得选到这里就好 这可以自己决定的 这个 来 这个 这个模式就是让你要做切换 你要这样来看 或者这样来看 选完就长这样 那更其他,我们看到白底 旁边你再看一下 这边,假设我用白底或用黑底来看一下 这边你可以再来调整一下 老师,我想做一些改变 你看一下 我还没调之前,你看一下 没调之前是长这样 旁边其实 再放大一点 按空白键 还没调之前预设 快速选举长来是这样 你可以透过这个来做调整 我再把半径再调一下 你有看到吗 哦,可以让选举变得更 细致一点点 应该这么说吧 那边要不要语平滑 这个还是可以调 这个可以再调 要不要语化,语化就楼边的效果 语化就楼边效果 像要选干净的东西,语化就不合适 像这样 如果你选完以后再按确定 这就是我们要的地方 那会回到原图哦 当然 Ctrl加 Ctrl键加零 老师你在念什么东西 解释里面的Ctrl加零 我可以看到整张的影像 Ctrl加是放大 Ctrl键是缩小 好来 那再记个快速键吧 CtrlJ 花就选起来 我们刚怎么做了 之前 后悔一下 之前还记得 我们教你什么 教你做什么事情 编辑的 拷贝在编辑的哪一个 贴上 你记得吗 那这两个合在一起 指定叫做CtrlJ 也行 那老师我还要再需要一个呢 CtrlJ 你看见吗 哦 就可以再加 所以在玩Flowshop就可以了 眼睛关掉 这是我们刚选的 刚选的一个效果 这个 这个图是可以再来做调整 这个 那等一下你可以再试一下 选花的时候 在边缘 进边缘调整 再试一下看看 另外 刚刚多介绍 介绍一个快速键 叫CtrlJ CtrlJ就等于编辑的拷贝 在做贴上